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码视频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drop4 今天的标题是 咱们看一下 理解响应式布局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响应式布局 我给您简单说一个场景 比如说咱们作为一个公司 咱们开发一个网站 因为现在是手机时代嘛 对不对 那么咱们以前开网站 仅仅是为PC服务 现在不行了 咱们还得给手机服务 因为手机用户 现在应该说比PC还有多 那怎么办 以前的做法 就是说咱们开发两套网页 一套网页是给手机使用 另外一套网页是给PC使用 同样功能开发两套 是不是成本增加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这样就引入到响应式布局的概念 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只开发一个网页 然后这个网页中去判断 用户屏幕的大小 根据用户屏幕的大小 显示出不同的网页内容 这就叫做响应式布局 听有点抽象 没关系 我会给您举例子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今天的知识点很简单 屏幕大小的划分 什么叫屏幕大小划分 具体您看一下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中写的很详细 Bootstrap 它把这个屏幕划分成几种 然后是用户在哪个范围之内 就要显示什么效果 大概这个网页中写的很详细 但没关系 这英文 我给您简单的总结出来 咱们看一下 屏幕大小的划分 这个大小划分 主要指的是屏幕宽度的划分 不是高度 咱们看一下 Bootstrap 4 它根据客户端显示屏幕的大小 分为以下几类 哪几类 咱们先别看细节 先看分为哪几类 第一 超小 超小屏幕 第二 小屏幕 第三 中屏幕 第四 大屏幕 第五 超大屏幕 换句话说 Bootstrap 它会根据用户屏幕的大小 会侦测出来用户的宽度 像素 然后它内部把用户的屏幕 分为五类 在某一类的屏幕当中 咱们会显示某一类的显示效果 这个是咱们编码中去定义的 大概是这个感觉 好 咱们看一下 超小是什么样的屏幕 大家请看 我这写了 是小于576像素 叫超小 我指的是宽度 没说高度 宽度小于576 像以前的这个诺基亚 很老的手机 可能是这种小屏幕 然后呢 就是这个小 small 它呢 是大于等于576 上面的超小是小于 那这个小屏幕 是大于像iPhone 像一般的咱们这个智能手机 都是这个屏幕 它呢 比1576像素要大 但是它却比中屏幕768要小 这叫小屏幕啊 中屏幕呢 是像素大于768 我指的是屏幕框啊 这一般指的是什么 这一般指的是平板电脑 iPad 这个它一般是大于768 但是呢 比PC还有小 PC一般是1080吧 1280 1080是这个 以前的老的这个VGA啊 好 那就说 如果用户像素 Budelstrap认为 大于992个像素 那你是个人电脑PC 那么如果你的屏幕呢 大于1200个像素 那么Budelstrap认为呢 您是高清显示屏 就超大屏幕 哎 其实它你说 能不能再划分成10类 也没问题 但是 您想 它把屏幕归类 划分成5类 其实就已经很多了 划分成10类的话 编码就觉得有点困难了啊 所以呢 它呢 为了简便 所以把屏幕的宽度呢 总的来说 分成5类 我认为就足够了 足够应付咱们一般场合的开发 好 咱们看完了这个之后 咱们看一下实战的演习啊 今天我给你演习 你看这我写了一个课题啊 就说 我给你演示了一下 基本的布局方式 但是呢 目前咱们布局呢 还不具有响应式功能 咱们先看一下效果啊 咱们先看一下我代码啊 先别看效果啊 首先说 有个container 如果不加container呢 它会认为是整个屏幕的宽度 我加了container呢 它默认的会设上一个宽度 两边的流出于白 好 咱们看啊 我的代码中 有两行 第一行 有两个区域 分别是写上两列 这是二分之一列 二分之二列 换句话说 我第一行有两列 同样 我第二行 大家请看 有三列 也是COL 就这么个属性 COL是什么 没说啊 但是呢 刚才这个地方呢 我给你讲到了 这个屏幕分为各种小类 而每个类里面呢 会对应着 各个的这个小的ID 范围 但是呢 我没有给您说啊 我是说这个超小 只仅是COL啊 好 那么咱们看看这个COL 并不具备响应式功能 是个什么效果啊 好 现在我马上运行 我先在这 建一个新文件 然后拷贝过来 我的模板 这个模板非常实用啊 我希望您也能够 拷到手边 以后您编写 Bluestrap的网页 就直接拷贝 它就够了啊 好 放到我的这个里面 好 咱们实际运行一下啊 今天是第十课 这个地方 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咱们这个屏幕上 是不是有两行 这个宽度 是contentat的宽度 好 然后咱们屏幕上 有两行 第一行呢 是左右两列 第二行呢 是左中右三列 那么咱们看一下啊 我现在的屏幕 是最大屏幕 是1980的最大屏幕 然后呢 我把这个browser 浏览器呢 缩小一下 咱们看 这步骑没有变啊 第一行 两列 第二行 三列 而且它等宽 我现在拉小屏幕啊 大家请看 拉到最小 你看 第一行还是两列 然后第二行 还是三列 并没有响应 我浏览器的大小 而发生自动的变化 对不对 这个呢 我是给您讲解了一下 咱们如何在画面上定义行 那么下期呢 我再给您讲解 如何根据用户屏幕的大小 或者说根据浏览器的大小呢 自动改变布局 那个是下期的问题咯 好吧 那这期的时间关系呢 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也会放到优酷和YouTube 供您参照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